嗯开始吧 今天今天讲这篇就是一个 持续的一个自监督的学习 它是迈向一个什么通用的 多模态医疗数据的一个表示的学习 嗯从这个四个方面讲这篇论文 等一下我怎么感觉我还又给论文给给虫了 哎我这个妈呀这文章 我怎么觉得前段时间你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我好像 不要continue是不完 你再看我再看一下 我标题 continue supervised learning towards the universal model at the modern state 嗯 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我看起来上次文章可以讲 ok没关系再再再看一点吧 继续吧继续吧好的 然后首先是背景就是说 现在是医学自监督学习 SCL作为大规模监督学习有力代替 其本质就在于通过解决 无需人工标志的前置任务 就为后续的下游任务去预训练 强大的encoder或encoder decoder的架构 那现有的医学 SSL方法主要是关注于单一的模态数据 比如说X光片或者是CT或者是磁共振 以及或者是一些病理学图像 或者是一些什么原理图像 啊心脏信号啊超声波啊这些 或仅限于一些少量的配对的模态信号 数据 比如说放射学的报告 与X光片或者核磁共争的一些配对 但这些狭窄的关注范围就限制了他们 扩展到通用医学续训练模型这种可能性 因为大规模的配对的多模态数据 通常是不切实际的 并且在作者的实验中也观察到一个一致的趋势 然后就这个普所示 单模态预训练模型在具有相同模态的效率论文中 通常表现的比较出色 但来处理来自其他模态数据时就会明显失效 然后为了制定一个能够熟练处理不同医学多模态数据的 一个通用预训练模型 一个方法就是说进行一个联合SSL 就如图一的A所示 然后就是左边这个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联合SSL 其中可以所有可获取的不同模态的医学数据 都会参与到一个预训练阶段中 但是说尽管这个联合SSL的信息基础更为丰富 但是在很多大多数的一个下游论物中的表现 并没有达到我所要的预期 然后就是也是这个图里可以看到 作者将其归因于一个模态数据碰撞的现象 即两种模态之间的表示学习 会由于模态间的巨大差异而发生相互冲突 并且由于联合训练范式需要在已有或新引入的模态数据中 这个范式来进行一个多模态的表征学习 然后首先是概述 图体扫描MRI扫描以及病理图像这五种模态 然后为了规避由多模态联合预训练 下游任务的一个随机复实化的任务 特定投进配对 我觉得他就是每次训练 这个stage的时候 把前面stage里面拿出来一部分 跟我这个数据混合一起训练 是不是 对 就说他前面有个kmeans kmeans之后 在每一个cluster里面 都sample出来一些内容 对 对 然后比如说我比如说你tax里面拿出来一点 然后跟我2D的2D的xray混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做个训练 然后后面3DCT也是这样 你前面做个kmeans sample 对 每一个class rate找几个出来对吧 这样子你就不会忘了对吧 而且他做了kmeans 这样子的话就说我先给你分类了 每个类里面我都给你采样了一些 这样子的话就不至于把前面都给忘了 就这样子是吧 相当于每学点新的东西 然后就回过头去复习一下嘛 复习一下以前的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面就是他一个多模态 之间都学习的通用框架 然后就是说他去按照多模态 之间都学习的设计目标 设计一种通用框架 因为医学数据 他来来自于不同的模态 可能是一维的就是临床报告 有可能是二维的像X光变和病理图像 以及或者是三维的像CT和MRI的扫描 然后为了无缝能容纳这些数据 就必须有个无维度限制的主干网络 做着使用三种维度特定的Tokenizer 将一维二维三维的医学数据 分别转换为Token的序列 然后使用VIT Base作为一个编码器 以序域到序域的方式进行表示学习 对于文本则是部署BPE的Tokenizer 遵循BERT的方法随机研码15% 然后去根据可见词去预测每个研码词 使用交叉商 然后对于2D和3D的视觉数据 部署2D3D的一个ImagePatchTokenizer 然后遵循MAE的方法 75的比例去研码Token 然后用这个均方误差去损失去训练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距离排练的连续预训练 然后为了解决精简的多模态训练中 一个模态碰撞的问题 以及整个新知识成本高的问题 所以就提出了序列预训练方式 让特定的模态指派给各个阶段 考虑到T个未标注的数据子集D D1到DT 每个子集都来源于唯一的模态 然后模态与阶段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随机的 然后与直接在D上预训练的模型M的标准做法不同 MEDCOS它的范式通常在DT个阶段的每个子集DT上去预训练 顺序预训练M 然后MT是为中间预训练的模型 然后它通过这种在预训练期间隔离不同的模态 就可以规避掉这个模态数据碰撞的现象 但是这里 但是这个就出现一个丹带性遗忘的风险 它做的就通过一个整合一个基于排练的连续 连续学习技术来应对这一风险 就是在DT的阶段的时候 预训练不仅是要使用DT来进行一个叠码建模的前置任务 它还会涉及到一个辅助的特征蒸馏任务 就是用前面的阶段中的一个数据去进行一个重新的 怎么说呢 就它说蒸馏嘛 然后以防止一个灾难性的遗忘 然后从就是有两种就是两种形式嘛 就一个从当前的模态进行学习 然后使用的是MT-1 然后包括一个编码器 以及三个Tokenizer 然后一个随机初始化的解码器 然后就是去学习一个新的知识 然后还有就是从先前的模态中进行学习 它会首先建立一个排列的缓冲区B 然后是用来重新训练每个阶段 先前每个阶段的一部分训练数据 然后它是先复制一个MT-1这个模型的 中间模型的一个冻结版本 包括一个编码型的三个分子器 然后对于缓冲B中的每个样本 然后使用这个什么 就是一个数据增强的策略进行一个增强 增强好的样本 首先通过可学习网络和冻结网络 进行分别处理 然后他们两个生成的EBIDING之后 通过最小化的均方误差 去他们去进行一个近似 然后它的一个预讯的尾单 就如又算法一所是 就混合就是就刚才讲的那个 其实就是刚才讲的 对是的 然后这个排列缓冲区的建构件 就是说从前面用这个Keymeans的冲氧策略 从DT中去抽取 这就是分为C个组 然后去选取距离中心最近的K个样本 它只要设置百分之一就行了 对 百分之一就行了 对 但是它后面是实际速度好像是5%最佳吧 好像是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下游任务上的一个微调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就是那个 就是用预讯训练好的incoder去下游任务 进行一个微调嘛 分类任务和分割任务 对 后面就是实验了 首先是数据集 它的上游数据集多模态 未标注数据包括五种模态 我临床报告 X光片 CTMI 以及B米成像 然后它这个就是可以看就是说 02800X光片来源于这个什么 MIMIC这个数据集 然后CT来源于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比较多 嗯 嗯 然后下游数据是9个数据集 也是涵盖了五种不同的模态 用于下游这个评估 然后也是就是这些 然后它的数据的一个信息 一路表一所示 嗯 然后后面是首先是与SOTA的一些自监督学习进行比较 然后是首先是与单模态的预训练范式的比较 虽然说单模态预训练模型在具有相同模态的下游任务数据上表现的比较出色 但在不同的模态数据上 特别在不同维度的数据集上 它的性能就发生显著下降 它的泛化能力就比较有限 因为有欲望是吧 对 没有 这是单模态的 他只是在单个模态上训练一下 对 但是在不同模型的数据集上面 那这个就是泛化能力了 对 泛化能力的问题 那肯定不行 就对肯定不行 嗯 然后就是他们这个meta cost 表现出更好的泛化性能 在9个数据的8个上 获得了最佳或次佳的结果 因为你这个每个模态都搞过了 对吧 你一个一个的都跑过了 对吧 而且还解决了战断性以外问题 所以他这个方法能力的别人 对 他们也可以说就是说我这个 这么多多训练的话 比你们单个模态训练的也比较好 也就是说他上面那些东西就说 可能只在一个模态 只在这个模态上训练也比他强是吧 对就像这个在这个CT上 模态上训练的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在CT这个模态上训练的 一些单模态的一个 嗯 模型嘛 但是像我这个Metacross的话 我在这么多模态上训练的话 也比你这个单模态的要好 那会不会是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MRI这个东西本身是比CT要强的 然后你就是因为在MRI上也搞过了 所以你的CT上面的能力也会变强 嗯 可以这么认为吧 反正就是 其他模态的话 对他的这个 也有帮助 这个模态的话也有帮助 嗯 对 后面就是与一些多模态预训练范式的比较 然后它是比较两种联合SSL的极限范式 首先是一个具有共享维度解码器的联合SSL 用星号表示的 它是使用三个解码器进行研码建模 以及具有模态特定解码器的联合SSL 它就用这个十字架进行一个表示 尽管它们表现出比单模态预训练模型更好一个泛化性能 但是这两种联合SSL模式 范式的模型 在对相同模态进行微调时 通常要比单模态模型或者MEDCOS要表现得要差 并且在于像这些后面这四个 基于持续学习的范式的对比中 MEDCOS始终在后面八个数据集上的所有的评估指标上 都要取得更加优越的一个性能表现 嗯 然后面还进行一些实验 就比如说缓冲区大小对模型性能影响 因为在监督的联系学习中 通常认为大的缓冲区大小等同于性能的提升 因为它能够减少我这个遗忘 但是对于多模态预训练的场景 就是会带来问题 就是说我更大的缓冲区将会带来数据 就是模态数据碰撞的一个加剧 以计算成本的升高 才会阻碍当前模态的一个表示学习 因此我也找到最佳的平衡 做的使用1%5%和10%的采样比例 然后在ER这个连续学习范式 以及MEDCOS这个范式上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如普斯所示 然后可以看到对于ER来说 刚采样样本ER是橙色的 对于样本从1%升到50% 性能就发生了明显的下降 但而MEDCOS在从1%升到50% 都在数据数据上表现出一个显示的改进 但是当样本采样比例采样到提高到10% 那他们都会发生下降 就发生性能的下降 又有问题 有个问题 ER是什么样子的 ER是个连续学习范式 就是这里他自己提到的 这四个都是连续 连续学习范式 它是没有把前面的数据拿过来 那他应该也有吧 有跟跟这个MEDCOS有什么差别吗 我不知道他这个差别在哪里 MEDCOS好像是引入了一个顺序 MEDCOS就是这篇文章的对吧 对 这篇文章就是把前面 他是有顺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把前面的这个数据用 拿了拿了抽样一部分出来 对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连续连续学习技术 对那前面那个ER呢 ER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干的 ER 再往下一 ER可能是他 他是 好像 反正这个方法 就是拿来边施的对吧 反正就是拿来边施的对 从采样他怎么说来的 那那那反正就先记着吧 反正就是他这个方法可能更好吧 顺序律连续中的知识保持 然后一个顺序知识保持 然后这又是 解决这个什么灾难遗忘的风险 然后整合三种定制的学习 连续学习技术 然后这个图展示在 使用学知识保持策略的MEDCOS和不使用 知识保持的顺序SSL的一个性能变化 就MEDCOS有效保留了清闲的知识 然后仅表现出一个轻微的性能下降 相比之下 顺序SSL则表现出对灾难性遗忘的一个显著敏感性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预训练的 模态预训练的一个顺序 然后作者尝试了另外一组预训练的模态顺序 并且呈现MRI 报告CT和X光的这么一个训练顺序 然后可以看出 在改变顺序之后 MEDCOS仍然实现了一个较高的泛化性能 然后也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顺序其实对它性能影响不大 但是就是他这也提到就是说 放到最后位置训练的模态 往往比其他论位置要取得更好的下游性能 这也是蛮也正常合理的 然后后面就是结论了 然后就是在本文中 他说这个顺序其实是这样子顺序最好是吧 没有他只是说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是吧 因为为什么我想这个问题 我都感觉好像先训练应该差一点的 或者X光是最差的吗 对吧 X光片 CT好一点吗 MRI好一点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嗯不知道 因为他这种文章他只采用了 只采用这两种就对两种情况 其他更多他那个排序 那就反正顺序影响不大 顺序影响不大 对从这个上面看顺序影响不大 但是其他的组合说那就不知道了 对 对 然后就是说对于这个多模胎的次进度学习 经历深探讨 特别关注了实用但具挑战性的非配的数据 重新考虑 思考了普遍存在与联合SSL范式中的局限性 就观察到的所谓的一个数据 摩胎数据碰撞 这严重阻碍了跨摩胎的一个表示学习 然后为解决这些问题 并去确保 这个碰撞就说我应该姓谁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摩胎与摩胎之间 就可能差异过大 比如说我这个文本模胎跟我的 CTMI 因为一个是一维的 一个是三维的 他们可能之间的表表征出来的 就可能差异过大 就会导致他可能觉得 他就可能模型就搞不好了 对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嘛 好吧 对 然后就提出了Metacos 一种顺序预训练的范式 然后通过多阶段的方法去处理一个多摩胎SSL 就是这样每个阶段都分配给特定的摩胎 然后同时也引入了定制的连续学习技术 以缓解灾难性遗忘的现象的出现 然后在一个大规模的多摩胎 微标注数据上进行实验 包括了报告 X光片 CTMI 以及病例成像的摩胎 然后也展示他们在9个下游任务上的一个性能优越性 后面就没有了